一般在道场 在大乘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部叫做招募客颂 招募客颂这一本 像师父的道场都有这一本 一般我们做早晚课 都是用这一本来做早晚课 因为里面很多 有弥陀经 浦门品 还有楞炎座 或者一些石角座 还有钥匙经 里面还有一个八十八佛 像师父的道场都有这一本书 但是现在少用了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五量寿经 弥陀经 那在这一本书里面 有一部叫做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一般就是人家 跺过胎的 或者一些来拜忏求忏悔 都是以八十八佛为主 一把种种的 那这个八十八佛师父也是很熟 因为以前师父也常常念 因为刚出家 我师父的道场 每周一十五就是灾日 晚上都会读这一部八十八佛 所以我对这一部非常熟悉 那八十八佛结束之后 他里面有一段经文 这个段经文是念什么呢 叫做法界葬神 阿弥陀佛 法界葬神 那法界葬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什么叫做法界葬神 法界葬神就是说 是指阿弥陀佛 是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你想一想 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如来 他的本名是什么呢 是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叫做法界葬神 明白吗 说明是什么呢 说明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统统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中 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 你的福报有多大 一句佛号的名号 都已经不可思议了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统统都在里面 你说你这一生 能够闻到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这个福报太大了 不可思议的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九品 称佛名号功德品第九 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 一句名号的功德 能够断灭无量节的生死众苦 那你今天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还得了吗 不得了 所以真的不可思议的 尊敬的 这位董修大德 一般一些道场 每一年要过新春的时候 会办这个消灾法会 他们都在办什么 念什么 千佛万佛 那个千佛万佛很辛苦的 真的 但是今天 如果你已经明白这个 一座事实的真相 千佛万佛还不如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不万佛的问题 那个是无量佛 无量无边的 但是这个道理谁能够了解 这个道理谁能够明白 你看那个《弥陀经》 大家有没有去留一看一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问瑟利佛 极乐世界何故名为阿弥陀 阿弥陀佛没办法解答 只能听只能看 大家你想一想 瑟利佛在释迦牟尼佛地址当中 是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呀 智慧第一的 你看那个是瑟利佛的 他的记载里面 哪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当问他 你知道这句名号 为什么称为阿弥陀 释迦牟尼佛没办法解答 只能听 只能看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一部《弥陀经》 真的很特别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你看哪一部经最特别的 就是这一部《弥陀经》 为什么 没有人问 释迦牟尼佛主动说出来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这样做 我们看下面的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非九戒之力 所能信解也 只有佛以佛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除了九法界的众生 是没办法 连舍利佛 都没办法 那何况我们呢 最尊敬的 最统教大的 从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站出来 来为释迦牟尼佛证明 也顺便来劝导我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 进饭王 临终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做 修什么法门 只劝他 你念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不劝别的 劝他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你要尽孝 孝到最圆满的是什么呢 能够把你的父母 统统帮助他 了解对于西方籍的世界 将来他念佛 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这个就是最大的圆满 为什么 因为他去成佛了 他不会再堕落 不会再被六道轮回而受苦 这个就是尽大小 没有比这个尽大小更圆满 所以你看地藏菩萨 本愿经代表孝经 他还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呢 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能够念别的佛号吗 其他的法门是方便说 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 时间 真正要为我们说明的 就是把净土介绍给我们 其他的是方便讲 随着众生的根源 随着众生的根基 所以你才有机会 今天能够闻到这句名号 对 notwend 众生的根源